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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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心中沒夢想 誰願意不停受傷 悲傷 搖掛 人生的给予虽然不一样 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不懂 就这样 我相信满城的黑暗 终究会变亮 就算没有阔阔的肩膀 成为我的五号 但你的天使挥着翅膀 要微笑吃大 不畏惧的散发光芒 勇敢飞翔 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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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他电话在家 东宇 人到底去了哪里 门怎么开了 佳琪 怎么这么早回来 对不起 忘了 我们纽约 我一直打电话给你 你都没接 担心你出事 我就跑回来看看 原来你把电话落在家里了 是 因为Mandy不舒服 我买午餐而回来 才发现他发高烧 就急着带他去看医生 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Mandy 你还好吧 我没事了 东宇就是这么好心 爱帮助人 你们慢慢聊吧 我以防休息了 射热了没有 医生不是叫你休息吗 休息是留给有时间的人 等你休息够了再做 把电脑给我吧 好好休息 不要这样 喂 好 吃 爸 我知道你每天吃肉吃到怕 不过你现在还在康复 必须借苦 你就容易忍吧 你是不是每天待在这里待到闷 不如我带你出去走走 回家 你现在还不能出院 这里有医生护士照顾你 住在这里比较方便 不要 我知道你不喜欢住在这里 可是你生病了 没有办法 更何况 疗养院现在没有位置 我们还在等 不住 疗养 好 不住就不住 你要回家是吗 好 好 那我们回家 但也要让我找到适合的康护 照顾你才行 我也想要亲事照顾你 但我要工作 又要照顾小夕 还要带你来做复健看医生 我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照顾你 他 他 谁 你 伯母要我照顾他 你肯定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 他真的点名要你 可是他这么讨厌我 他每一次看到我就会生气 万一我气到他中第三次怎么办 而且你看 我自己行动也不方便 我也要怎么照顾伯母 我 胆小鬼 你不是说要得到他原谅的吗 是想他原谅我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放心 有这本手册 而且医院的护士还有副健师 会教你怎么照顾爸的 小夕 我都搞不定了 现在还要照顾一个老的 你看 送餐我去继续 我觉得爸是想要给你机会 当小夕的爸爸 他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如果你不想要 就算了 好 我马上开工 叔叔喜欢吃什么粥 鸡粥 猪肉粥 皮蛋粥 叔叔可以吃皮蛋 算了 你给我 我自己看 我现在就去买 等我 我们是不是到了 为什么突然想来这里 你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是我们相遇的纪念日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 你好 长官 欢迎来赫萨德尔 谢谢 来 大家进来 快点 来 你们看看 教堂的设计 利用了帕拉第奥风格 也吸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特色 虽然经历了百多年的洗礼 但它的那份宁静和谐的氛围依然存在 千万 Cop dragged花面 Büig 雨 Did 雨 雨 姐姐 你是谁 干吗拍我 对不起 我是来这里参观的学生 刚才我听到干情声 我是被干情声吸引来的 因为你谈得很动听 所以就忍不住拍下来了 原来你 当初我们在这里相遇 是我人生感觉最美好的 饿了吗 我们去吃午餐吧 我希望这里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 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更多回忆 佳琪 我们曾经的确过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这些年来 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恨你 但最近这段期间 我才发现到其实我很想你 你看 这条手链是你送我的 我一直留着它 我现在重新戴上它了 对不起 我爱你 就像你带给我多一次机会 我不能没有你的 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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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不可能了 我对你的感觉早已经消失了 佳琪 我不是不可能了 我对你的感觉早已经消失了 我果然没猜错 你喜欢Mandy 不管是不是Mandy 我们是不可能再回去以前的 没有你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连以为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你能继续往前走 不是要你这样的 我就是为了你而努力 你的振作应该是为你自己的 难道爱你有错吗 你这不是爱 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副板 为你自己的人生 你要自己努力 有什么意义 搞的 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我们跟他约好了 如果他可以通过你的磨练 我们就让他去参加比赛 没问题 这里很多都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贵勇 过来 赶快来拜见师傅 快点 谢谢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哥 我的儿子想要当厨师 所以到这里来学习 拜托 谢谢大家 你记得答应过我们的 如果没办法完成考验 就收拾心情 乖乖读书 考好你的毕业效益 知道吗 知道了 那邀 我这个小冬瓜就交给你了 对 爸 妈 拜拜 不送了 好 慢着 拜拜 师傅 我准备好了 今天的煮菜是什么 爸后面洗碗去吧 不是来吃煮菜的 没有碗碟 怎么煮菜 快去 四哥们等着用了 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小冬瓜 什么小冬瓜 我是叫你放轻松 你儿子的德行 你还不清楚吗 我敢跟你确认保险加热 可能不到半天 他就会自己搭车回家 然后举白旗 跟你投降了 真的 要打算吗 乖 你干吗 干吗 鬼上身 走路就走路 干吗走要右摆的 还有 最近为什么老是穿得这么风骚 这个叫做青春 是跳棕巴的好处 你懂吗 我就知道 一定是那个死肥猪把你带坏的 你这个老人 你不懂的 回家看儿子吧 什么我儿子 你没份的 还有 你不要整天发花吃 只顾着你的肥猪 不管儿子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那个放风筝的故事 我已经想通了 如果它能飞的话 就让它飞吧 也对 为什么不 不对 我上次说放风筝是要抓住线头 不是把线完全放掉 为什么 为什么 笑什么 我要去跳棕巴了 你先回去吧 为什么 你已经连续跳三天了 还跳 跳棕巴呢 可以让我变得年轻 变得快乐 而且又可以保持健康 如果我可以天天跳的话 我会更短的 不准去 不好意思 走开了 哎呀 说去跳棕巴却跑来这里 骗我 糟了 洋入虎口 快点 等一下 有点热 好 等一下 好 再来吧 好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小心 没事 没错 放开你的周所 给我滚开 你们在干吗 你 你竟然敢跟着我 我是来保护你的 这是死肥猪 对你动手动脚的 你还傻傻对人家摸 很过瘾 你拿一只眼睛看到人家摸我 你不要冤枉好人好吗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 还骗我说去跳棕巴 跳棕巴不是应该一大堆人的吗 其他人呢 在哪里 我们是在练习双人棕巴 准备要去比赛 要这么多人干吗 宝贝球啊 不相信的话 你问大致 好 死肥猪 你给我收清楚 你们等一下才吵 来 先扶我起来 来 还想吃豆腐 放手 我要 你 小心 小心 慢一点 慢一点 慢慢拿 来 我来扶 慢慢拿 小心 先坐下来吧 慢慢拿 小心 小心 慢慢拿 好吗 你好吗 好 没事吧 你内疚了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认为冤枉人 对不起 害你受伤了 是我自己算不好 你就不要再怪你老公了 他已经会紧张你才会这样的 是我不好 是我误会你们了 你放心 医药费我会负责的 我担心的不是医药费 是我们的Zumba比赛 我的腰 连弯都弯不了 怎么跟淼淼跳双人Zumba 你看 都是你了 搞了这么多事 他的大致不能够跳舞 现在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算了 今天不能比 明年还是有机会的 可是我们参加比赛 是为了帮你的舞蹈班 打响知名度 吸引更多学生的 现在连这个宣传都做不到 那我来 你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要有我教 就算是僵尸 我也可以帮你训练成Zumba king 你最好一天跟我练十个小时 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练习 成为Zumba king 中文字幕练习 佳琪 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去买早餐 我不知道你们想吃什么 所以我就随便买了 佳琪 以后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我帮你买 冬雨 从今天开始 不管是买早餐还是去工作 我都想靠我自己 以后就不会依赖你了 佳琪 放心 我是真的想振作起来 自己学习独立 Mandy Jerlin Eileen 出来吃早餐了 多会儿 你去帮我拿餐去好吗 好 早 佳琪 早安 来吃早餐了 谁买的早餐 佳琪 在楼下帮大家买的 佳琪姐姐早 这么多都是你自己买的 以前在家 我妈和美姨有教过我怎么自己搭车出门 去小贩中心买东西 根本难不倒我 佳琪姐姐 你好厉害 我对这里的环境比较不熟悉 所以在小贩中心花了一点时间 可是这边的居民都好热情 带我到档口还帮我教食物 莲琪知道你这样一定会很开心的 东宇 Mandy 谢谢你们骂醒了我 我已经想通了 我绝对搬回家住 重新生活 你要搬回家 你自己一个人 我不放心 是 你可以住在这里 要学独立 在这里也可以的 我住在这里会一直依赖你们的 好吧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克服所有的困难的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 我一定会努力 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佳琪姐姐 我们一定会想你的 之前跟你说了重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会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谢你们在这段期间 对我的包容 我希望你们 可以幸福快乐 可以幸福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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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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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收的话 就把它卖掉吧 好吧 我用你的名义把它剪出去 我什么都放下了 那你呢 我 我眼睛虽然看不见 心里是看得蛮清楚的 你喜欢Mandy 而Mandy心里也有你 佳琪 我 诚实面对自己的心吧 机会来了 就要珍惜 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 苏东宇 你老是不爱说话 活得不累吗 有话就直说 想做就去做 是男人就要勇敢 去追求你的幸福吧 这苦瓜谁切的 纸怎么没挖干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 阿牧 女人都苦瓜 你切小辣椒 这碗流水洗的 还有酱汁的 流效液 对不起 我重新洗过 多拿一个来 快点 小弟 这里是厨房 不是你的游戏 跑来跑这有危险的 知道吗 对不起 干吗 那班家伙在欺负我儿子 我要进去保护他 这条路是你儿子自己选的 你也早就知道他会很辛苦的 你现在要帮他 我是让我儿子来这里学习 不是让他来这里被他们欺负的 这样不是好吗 越辛苦 你的儿子就越早放弃 走了 等下 至少接他回家吧 就今晚 还不走 我需要下雨 我很累 不用 爹地 你们是爱接我的吗 不是 我跟你爸爸要去吃饭 然后随便走走 这么巧就碰到你 干吗 很累啊 累就不要做了 我会跟叔叔调说的 真的吗 说好要坚持四个周末 总共八次的 你再做了两天就放弃了 那你最好是好好跟我专心读书 准备披披小意 没有 叔叔 我要放弃 我在那里切苦瓜 切小辣椒 很开心 你们不要耍赖 我真的不明白你 读书这么舒服 大家在课室里面听课 老师又不会一直骂你 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 对啊 才两天 你可能觉得很好玩 要是真的当当厨师 你每天要切菜 要洗碗 水一直泡在手里 会泡到手 皱巴巴的 厨房又闷又热 你肯定受不了的 总之呢 当厨师肯定比读书辛苦 你听拔的 儿子 对啊 对啊 站着也会睡着啊 小心 让我来 小心 谢谢你 刚才好险 有过这种事 叫我做 以后会小心的 我不能每次都靠你的 你要靠也可以 我是说 有些事情 女人是需要男人帮忙吗 男人 我有 你有 我的未来女婿会强 我是来洗杯的 我先回房了 不好意思 你 愁是招来 招什么 叔叔 索东飞是不是喜欢你 对 我不说完 姐 你在说什么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跟索东飞说 我不能永远靠你 然后他就说你要靠野心 好像是打情骂架 你 你跟叔叔索东飞要靠什么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是你自己想多了 他明明是在暗示你 想当你的男人 你也喜欢他 是不是 是真的吗 我不喜欢飞 我就喜欢你这两个宝贝 我早就怀疑你们两个了 索东飞不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开玩笑 但是跟你的时候 有说有笑 感情特殊 都这样也别胡说八道了 你都说他不喜欢你 根本就不喜欢叔叔 假装是没有用的 你要真实对待你的心 喜欢就承认 我现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我的时间都在筹备 买好时间谈感情的事情 很晚了 算要睡觉了 去睡了 别忘了 outdoors 要交差不多仅很快 不会 demonst责 而且又罕尤 能播 Gemeente 或计算是这样 记得如何 你不对 为什么 特别是这样 看看你 是因为我怀孕了 桂枪才急着跟我结婚的 怀孕啊 你是忙长硬了是吗 你谈一耐也就算了 今晚还搞到她的 你说 你到底有多少身家财产 给我搞这么大 我知道我违反了合约的规定 我愿意付赔偿金 你知道赔偿金是多少吗 十万块啊 十万块 快点 我的储蓄只有两百多块了 我多你一个零 十万块啊 那么多钱要到哪里找 我的储蓄多少年才能抽得到 我 不如我们偷偷注册 不行啊 要是被抓的话会被告的 那妈 我去找飞行坛 求他们放过我 你以为买菜吗 讨价还价 他们会订这种条例就是不想你毁约 那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不行 过两年再结吧 不行 我不会让你当未婚妈妈的 就算我破产 我也要娶你 我知道你不嫌我委屈 但是如果你真的破产的话 我们的宝宝该吃什么 她可以喝人奶 喝人奶不用钱 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宝宝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是不会让你当未婚妈妈的 其实我也不想停着大肚子拍婚纱照 很丑的 我宁愿瘦下来再拍 没事 两年的时间很久 大时候 宝宝都两岁了 那也好 她可以当我们的花童 谢谢你 可是 你不怕我跑掉吗 你敢跑 我就淹了你 开玩笑了 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 你 忘了吓我一跳 怎么进来也不敲闻 我看你那么专心 就不要打扰你 这么晚了 你个人在这里又不锁门 不担心坏人会跑进来吗 我忙到都忘记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现在有空吗 什么事 我不结婚了 不结婚了 那太好了 老实说 妈咪是觉得现阶段 真的不适合结婚生孩子的 我只是不结婚 孩子我还是照样会生下来 你要做单亲妈妈 只是把顺序调换 先生孩子 过两年再结婚 为什么过两年才结婚 贵强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决定的 如果现在结婚的话 贵强要违反代言合约 要赔很多钱 我不想给他太大的负担 等过两年 合约结束了 我也毕业了 到时候 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 你知道做单亲妈妈 要背负很大的包袱 陈述别人的目光 在你背后指指点点 你会很辛苦的 只要我自己幸福快乐 其他的都无所谓 大姑如暂时不生 那你不是轻松一点吗 如果不生的话 我一辈子都会后悔 你生了 会更后悔的 你 你摸摸看 每次摸着宝贝就会想 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我跟贵强是因为有了爱 才有了这个宝贝 她是我们爱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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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她 不管有多辛苦 都是值得的 婚礼只是一种仪式 我们三个的爱 才是最真实的 宝贝 你真的长大了 看到你找到你要的幸福 妈咪真的替你开心 你这种感受 妈咪从来都没有感受过 你 你也可以的 只要你愿意 我 兄弟们 我 一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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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跳我 我就想跳楼 我 一辈子 还自我感觉良好 老婆 五王一定要大背 五后的嘛 来 一起跳 要走开 你给我好好练 是 长官 爸 你在干吗 你看不出来吗 一 二 三 你儿子都看不出你在跳舞 你看你有多失败 很明显是舞王培养中 一 二 三 要笑就敢敢笑 憋住不会内伤的 贵长 回来了 来 坐下 奶奶 你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来 看看 奶奶给你买的四点金 漂亮吗 好看 为什么突然买给我 这么重本 我嫁给你儿子的时候都没有 你现在是怎样 中马票 这是给未来孙媳妇的 当然要厚一点 这样贵长才有面子 妈 婚事都还没谈 你干吗这么急 不行 孙媳妇肚子很快就大了 婚礼要快点办 你去安排一下 双方家长要见个面 日子给她定下来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好像聘礼 烧猪 我不结婚了 不结婚 不结婚 为什么 你跟Jerlin吵架了 难道孩子不是你的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我是说我们先不结婚 等两年后 我的合约结束了 再结 老实说Jerlin这孩子真的没话说 竟然会主动提出延迟结婚 很少女人可为男人这么牺牲的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 整天只会想到自己的立场 为什么牺牲的总是女人呢 在说儿子的事 怎么又扯到什么男人女人头上 你之前还不是一样 觉得这个家里烦 就跑到国外去躲 把这个家里丢给我一个人 都几百年前的事还拿出来讲 我不是已经向你认错 在受罚当家庭主妇吗 我还没有原谅你 你看你 这一点就比不上人家Jerlin 人家年纪轻轻都这么大量的 你呢 小 小什么 说 小什么 小孩 Jerlin先不结婚 不是正合你意吗 可以先等小孩生下来之后 你有大把时间慢慢做亲子鉴定 证明孩子是不是我们桂墙的 讲什么鬼话 人家Jerlin竟然愿意为桂墙牺牲 做单亲妈妈就证明她有多么的爱桂墙 不用验了 孩子肯定是桂墙的 是也是你说 不是也是你说的 Jerlin这么爱桂墙 我们不能够让她受委屈 孩子长大了 由他们自己决定了 我还听桂墙说 他们连偷偷去注册都不敢 他万一被发现的话 会被告 这么说 如果到时孩子出事的话 他们应该也不敢在出生死上面 填包包的名字吧 那孩子一出事 不就没有爸爸 桂墙 你这么急着找我下来干吗 爸妈有话要跟我们说 Jerlin来了 来 来 坐 叔叔 阿姨 你这个肚子好像又大了一点 平时有没有做胎教 有 我有跟宝宝说话 让他听音乐 那很好 桂墙 你也要常常讲故事给宝宝听 那他以后才会认得出你是他的爸爸 懂吗 爸 妈 你们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这个呢 借给你们 拿去赔尾约金 不行 我不能拿你们的钱 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 我是说借 又不是说给你 以后你赚到钱 还是要还给我们的 对 这是我们的养老金 你们记得要还 你现在是怎样 不舍得 当然 不是 情比金尖 当然是孩子的幸福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拿去 开开心心 去结婚吧 谢谢 谢谢 等我大王兵出来工作 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们的 不急 你们又要养孩子 还要买房子 负担很重的 慢慢来 不要紧 又是你赚的都能不要紧 来 杰莉 炖了燕窝给你 趁热 来 谢谢伯母 可以 对宝宝很好的 谢谢 下午好 谢谢大家的出席 我叫Mandy C 是负责这一次 Runai Pop-Out Tour 成功的策划人 首先 让我们热烈欢迎这一次 成功的策划人 成功的模特儿 她就是Niko 哈啰 大家好 我是Niko 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 看一下 是她的 是她的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你关于别人的老公 她有个私生你 她叫听情度不对 你们说到说是很妹妹 不好意思 各位 既然在妹妹已经结束了 不好意思 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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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拍了 够了 别再拍了 好 别拍了 好 没事 行 行 行 报告追 我现在终于明白被千副手指的滋味 三天要二是灭不了火 就准备交磁信了 如果物店能够转成卖店 那就好 化为机为转机 我不是说你不性感 只是事情要比较年轻 那些色鬼都是喜欢年轻的妹妹 她比较适合 够了 由我们看着 见机行事 嗨 怎么一个人喝酒 是时候进行下一步 让男主角出场 下一步可以先缓一缓吗 要一大局早想 就要果断 马上进行 他们说父子年薪 难道我跟他没有父子缘 我真的想办法和他培养感情 他就是不喜欢我 跟他们两个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才是父子 不如你陪爹地 玩成这个蜘蛛好不好 我不要 Uncle Sodom Fish 每次都是弄好给我的 每次 Sodom Fish 我才是你爹地 好吗 Mandy C 你想克制我 你再打我就报警了 你报啊 我还要告他破坏我家庭 诽谤我老公 我的肩膀 成为我的护航 打你的天使回着翅膀 要微笑是大不畏惧 我还要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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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判了吧